嗨,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日文的文法部分 今天要来跟大家解释的是 N1的文法 这个文法是在上一期视频的时候 有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讲解一下 这一期我们就深入的 去了解看看 要怎么在句子当中发挥 或者是表达它的意思 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且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的 按下去选择全播通知 这样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密砰,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那它的继续词呢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动词的 MASUKE 动词的MASUKE 那MASUKE的意思呢就是 如果我们看到动词 然后换成MASU 结尾的话呢 就是把MASU拿掉而已 然后再接这个MASUKE的文法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你只做 拼命做这件事情 重复的 然后呢 以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 一直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喜欢打游戏 那你就拼命打游戏这样子 那你喜欢吃东西 那你就吃很多 那个呢就叫做 我们用动词接MASUKE 大量的重复以及激动激烈的这个心情 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例子的部分 那今天的例子呢 稍微有整理了一些不同的换法的用法 我们说的不同换法就是指呢 除了我们讲的 MAKURI YO MAKURI 或者是MAKUTTE IRU MAKUTTA 各种形式的 这个用法呢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组例子 所以这个很简单 那它的动作是什么的 就是这个MISSをする MISS也就是指呢 错误的意思 那SIKOTO DE 就是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呢 那我们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时有出错的时候 做错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资料输入错误的时候 那一些都是归类为MISS 所以MISSをしまくって 就是我们讲的一直重复的 就是做错一点点事情 资料 打错 复印错 报告错 这些呢 因为它是重复性的 所以MISSをしまくって 这样子 所以就会导致到它才怎么样呢 自信がなく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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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得 没有自信心 仕事でMISSしまくって 自信がなくなった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好的 那我们来看TAKKEI的用法 料理注文しまくった せいで 会計が怖い 料理注文しまくった せいで 会計が怖い 所以这边的动词是什么呢 就是 注文しまくる 那注文就是我们讲的点菜 所以料理注文しまくった 这个就是呢 它 因为可能太饿了嘛 或者是看到这个又想吃 看到那个又想吃 所以呢 就是点了很多的意思 たくさん 注文する 这样子 所以点了很多 我们就用注文しまくった 就变成TAKKEI SEI DE 来接这个文法 せいで 就是我们讲的兜怪 兜怪呢 就是刚刚呢 点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料理了 一直热衷的在点菜 所以呢 かいけいが怖い かいけい是什么呢 就是结账的意思 就是它的单 所以呢 你点了这么多的料理呢 就心里有数嘛 那个账单一定很可怕的 就是可能超过 这个预算太多太多了 所以 かいけいが怖い かいけいが怖い 大家明白了吗 料理注文しまくったせいで かいけいが怖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 子供が壁中に汁を貼りまくったから 誓った 子供が壁中に汁を貼りまくったから 誓った 子供が壁中に汁を貼りまくったから 誓った 所以这边 子供が 就是小朋友呢 在这个墙上面 壁中 这个就是整片的墙壁 这样子的意思 然后呢 しりゅうはりまくった 就把这个贴子 しりゅ就是贴子 那些有图案的贴子 星星啊 什么的 然后就连到 贴到这个墙上都是 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嘛 小朋友嘛 贴到整片 就一直重复的在贴 贴了很多 所以はりまくった はりまくったから 因为他们贴到整片墙都是 所以 しかった 罵他们的意思 这边不是被动形式 它是叱る 叱った 罵的意思 責怪 做坏事的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用在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一直在做 しりゅうはりまくった 一直粘 一直贴 一直贴 好多好多 子供が壁中にしりゅうはりまくったから 叱った 好的 那刚刚呢 有提到就是吃很多的这种用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ボーナスが入ったので好きなものを食べまくった ボーナスが入ったので好きなものを食べまくった 所以ボーナスが入ったので 就是拿到花红 ボーナス 就是多余的意思 就额外拿的 所以可能工作上呢 你的成绩很好 然后呢 可能老板就给了一些花红 给了一些多余的奖金 得到奖金 这样子 所以呢 好きなものを 正是因为有钱 正是因为有钱 所以想要吃一些好的 好的 自己喜欢的食物呢 就拼命的吃好きなものを食べまくった 这样子 大量的吃 吃很多 一直拼命的在吃好的 自己喜欢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大家明白吗 ボーナスが入ったので 好きなものを食べまくった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テイル的用法 就是说 他一直持续的 有习惯性的做这件事情 ブランドバッグを買うためにバイトしまくっている ブランドバッグを買うためにバイトしまくっている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ブランドバッグ就是名牌包包的意思 バッグ就是英文的bag 就是包包 那ブランド就是有牌子的名牌的包包 所以 買うために ために 这边就是为了目的 为了能够买 为了能卖这个名牌包包 所以呢 バイトをしまくっている バイト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 奸裁 打工 バイト 所以バイトしまくっている 拼命的在打工的意思 这边的テイル 就是代表 这个动作 这个人呢 他做这个动作呢 是每一天都在重复的 或者是有一段不短的时间 都一直在做的 所以我们就在动词后面加テイル 所以这边呢 因为他是我们讲 拼命打工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呢 バイトをしまくっている 这样子 他明白了吗 就运用在我们 经常会造的句子上面 只是改变掉 只是呢 把他的动词的 后面呢 形式改变而已 Brand bagを買うために バイトをしまくっている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最后的 就是这个 マクリ マクリ呢 它是这个名詞化的 名詞化 就是变成 把动作呢 变成名詞的用法 那名詞用法 要怎么去用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例子 ビールと揚げ物は アイマクリです ビールと揚げ物は アイマクリです ビール就是啤酒 揚げ物就是炸物 那大家都知道嘛 吃炸的东西呢 通常会喝啤酒就很爽 很适合 这样子 就像我们在热潮店也是一样 就会想要喝啤酒 所以呢 ビールと揚げ物は アイマクリです アイ就是很合适 很相配 然后呢 再加マクリ 就是我们讲たくさん 就是非常非常的 很配的 很适合的 很适合的 两个食物 配着一起吃 这样子 当然呢 这个マクリ 它不是以动词的形式 所以它跟动词结合在一起的话 アイマクリ 就变成整个是名詞化 就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非常相配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ビールと揚げ物は アイマクリです 那大家就会了解充分 当你要表达一件 你拼命做 或者是重复性的 大量的去做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动词再加マクリ 的各种形式 来表达你要表达的意思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 也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要没有订阅它 我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说到他们最心动的它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大致可様でした 大致可様でした またね 拜拜